滑下去以后啊 我就感觉喝了一口水 然后我就用这手把这个嘴巴这样抹住 然后用手随便滑了一下 这我也不知道了 另一位申大姐恰巧经过 她说一开始还以为河面上飘着一个布娃娃 我一看又不像布娃娃 我看到那个手不停的麻那个脸 我感觉它好像应该是掉到水里面了 我大声的呼叫 申大姐的喊声很快吸引了一名女子的注意 她立即来到桥边开小卖部的张大爷家寻求帮助 张大爷让女子继续找人 自己一头扎进了河里 这时张大爷的儿子也赶了过来 一下跳进河里 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女子 奋力游向岸边 张大爷在家人的搀扶下回到了家 黄大姐也被村民送回了家 她的丈夫这才知道妻子经历了那么危险的瞬间 第二天夫妻俩专程来到张大爷家表示感谢 那个人感谢她了救了我一条密码是不是 要不然的话早都没人了 阿公是大好人 两夫妻都是好心人的 我们都要非常感谢她